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杀害了布伦娜 泰勒 杀害了艾哈迈德 阿伯里 尽管媒体有广泛的报道 但那些滥用暴力杀死黑人的警察们 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难以想象没有被弃录和曝光的案例还有多少 对于黑人来说 他们每天都生活在这样可怕的现实中 我想和您谈这件事是出于爱 因为我希望我们所有人 包括我自己都能够做得更好 在大多数情况下 作为亚裔 我们不用担心 如果被警察拦下会有生命危险 但对于我们的黑人朋友而言 情况却并非如此 他们不断地受到暴力威胁 他们所受到的压迫并没有结束 只是改变了形势 我很理解您对抢劫和破坏财产的行为感到害怕 但您试想一下 如果人们只关心物品和财产 却不在乎您所爱的亲人的生命 那是多么让人痛苦的一件事情呀 这也是我支持黑人命一关天维权运动的原因 我非常感激您在这个对您并不友善的国度 为我们这一代人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 正因为有您艰辛的付出 我们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但是这也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相信 我们要团结在一起 只有当我们所爱的黑人也感到安全的时候 我们才能真正地得到安全 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所有人都不需要生活在恐惧中的世界 这是我憧憬的未来 希望这也是您想要的未来 爱您的孩子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